嗨大家好我是林海洋 来请大家帮忙先按个赞分享 然后呢分享亲友同学们 众福田 开启你的订阅小铃铛 按一下右下角 我们来看看呢 2021年的下半年的运势了 来看一下12生肖下半年运势大语言 好先讲一下呢 就是在这个前言里面要先跟大家讲的 就是我们在下半年呢 其实呢有很多的心象变化 还是非常强烈的 那另外的话呢 除了这些强烈的心象变化以外呢 我们还是不容小觑了 这个疫毒的这个变种疫情 还是仍然有很多国家被肆虐到 快昏倒了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其实在《地母经》或者《推背图》里面都说呢 活运开始或蔓延了 农历四月以后呢 就是病毒传染波 传播率非常之快 现在还是一样哦 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国家 很多地方呢 都如火如荼的在怎么样 在防疫 包括我们台湾在内哦 比如说印尼啊 马来西亚啊 或者呢越南啊 包括缅甸 缅甸现在是军政府在管制 所以呢 对封锁了很多消息 我们根本也不知道 那另外的话呢 以色列呢 最近这一波又开始爆发了 欧美都在解封了 日本呢开始要开冬奥运动大会了 就全球的哦 这个冬奥的哦 但是呢问题是 这些国家看到的都是欣欣向荣的感觉 他们呢 人民呢都大解封了 有去夜店的啦 有去晚上去喝酒的啦 还有呢可以人与人之间呢 根本不需要戴口罩了 到底这一波疫情呢 打了疫苗真的是如神丹附体吗 我们再看一下 接着下来 我觉得还会有更恐怖的事情发生 你不要以为就真的是神丹附体了 还是呢你穿的金钟罩 可能不是这样子 还是呢你还是需要用一些 铁布衫来罩着你自己 会比较好一点 这一波疫情其实呢 肆虐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就一年半的时间了 大家都过得快疯狂了 好 今年呢轮到东南亚国家 你看哦 五黄煞进入在东南亚国家 果不其然就是让大家呢 过得非常非常的 惊心动魄又恐惧 所以我们东南亚国家呢 有很多国家其实是缺疫苗的 但除了日本跟南韩 他们有做代工以外呢 其实其他国家还真的蛮缺疫苗 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呢 在东南亚国家可以解封呢 好 现在呢整个马来西亚几乎呢 每天都是五六千人在染疫 死亡人数都维持在上百人以上 有时候两三百一两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令人惊心胆战 还有呢现在更可怕的 会不会是成为呢 印度第二的印尼 印尼现在呢也每天增加了两万多人 染疫人数 尤其在最近七月以后呢 染疫人数真的很多 本来从两万人一直到两万六千人了 所以一天染疫人数增加五千多人 好 印尼人口大概两亿多人 但是呢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了 他的死亡率也很高耶 也很高 所以呢是不是要好好的来做防堵呢 我觉得是应该要 新加坡现在是最好的 就说在这波疫情当中 他算是第一名的U等生了 以前因为我们没有 疫情没有进来台湾 所以我们是U等生 现在他们是抵挡了很多 这个疫情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他的政策是正确的 那么也值得呢 很多国家来借禁 当然除了其他的西方国家以外 当然东南亚国家更要以他为借禁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会有什么样一个态势发生呢 最重要的在农历六月 更恐怖的天灾还会继续出现 你们可以点我的影片 在我的视频的正上方 第二格是影片 影片点下去 你们就可以收集的到 台湾老师之前所有的预言 可以上去再看哦 或许呢你已经没有看 或许你忙没有注意 希望 好不好 因为我的预言几乎都兑现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呢 除了大地震 飓风 龙卷风 大洪水 然后呢下大雨下冰雹 还有更可怕的是热浪的侵袭 现在呢 加拿大一天呢 死掉的人数啊 都是上百人哦 光是这个热浪 停一天呢 又来一堆人哦 然后热衰竭的人数越来越多 美国也有几个州哦 那另外的话呢 包括呢 欧洲也是这个样子哦 所以呢 你觉得很寒冷的地方吗 北欧吗 加拿大不是纬都很高吗 但是他们现在被热浪侵袭着 好所以这个地球是不是变化的快速多端 所以我们常讲说哦 计划不如变化就是从这句话来的 好接下来呢 除了这些要告诉大家以外的 当然呢 台湾的金融经济呢 实在是 除了股市会好以外呢 其他房地产也很惨啊 房地产现在的运势是非常之惨哦 太多太多的那个店面根本租不掉 现在公馆也是四级一片 那其他的像 比如说大卖场呢 除了大卖场以外呢 稍微好一点以外 还有网购生意稍微好一点 其实只有开实体店面的人呢 几乎惨不忍睹哦 每一个区域 新北台北都有非常严重的这种 出脱潮就是想卖房子的啊 或者呢想租掉房子 一次可以释出几十间呢 非常之可观的数字很可怕 所以呢 有很多的行业在这一波冲击之下呢 变得很穷了 不是一点点穷是很穷了 又拿不到纾困案的朋友们呢 更可怜了 连饭都没得吃 所以下半年会不会继续如此呢 好台湾如果疫苗不够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要呼吁我们的总统 陈时中部长呢 行政院呢 赶快把疫苗弄进来台湾 否则的话 看着别人每天的欢乐的日子 我们这悲惨的日子那还得了啊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运势大议员 接下来是属兔的 好属兔的呢 看一下喔 属兔的在农历六月的话呢 刚好河道呢 心以天干相冲呢 地之丑味相冲相川 所以呢在这个月呢 你的杜存心刚好入在兔子的宫位 所以呢兔子的话呢 迁移宫还有个年的杜存心呢在积 所以呢应该说别人都是喔 欸耕耘喔 十分得三分 你是耕耘呢 七分可以得到十分 所以稍微耕耘多一点的话 你就会不得了喔 所以在这个月当中呢 你有双财心加持 非常恭喜属兔的朋友 也代表说你在这个月里面 可以消灾解恶化煞呢 有很多的职场上的一些 妹妹咖咖咖问题啊 都可以在这个月呢 赶快处理完成喔 甚至呢你跟海外的订单 也可能呢 还会再暴增喔 所以加油喔 好那人际关系上面来看的话 贵粮也蛮多的喔 所以呢整个运势呢 反而在农历六月 这个天克地充的月份呢 你反而是比别人要 略胜一筹 所以恭喜你喔 那职场上面是这样子 财运也非常好 所以呢也毋庸置疑的 要叫你第一名喔 好接着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桃花跟人际关系呢 桃花也很好喔 虽然是相穿相冲呢 但是呢这个桃花 你要最 如果是网路上认识 你就要小心喔 可能是诈骗集团 爱情的大骗子喔 你小心喔 钱就被骗了 很多人在网路上认识的 那种年轻貌美的 或者 这个中年帅帅的 那些有成就的 看起来气质很好的那些男人 其实都是诈骗集团 使用的人头 所以要特别小心喔 另外的话呢 因为你喔 在这个 这个月当中呢 健康会变好 所以呢 你应该好好的 加强管理你的健康 接下来我们来看 农历七月份 七月份的话 丙生月呢 丙心核化水堆旺 这个月基本上的话 丙的财路呢 甲乙丙丙路 财路在四的公位 在蛇的公位 所以呢 应该说 你也算是蛮好的 在蛇的公位 也代表说 你在这个月当中呢 财运呢 家运呢 都非常好 所以呢 属兔的在这七月份的运势呢 别人是看到鬼了 你还好 你是看到神仙跟佛祖啦 也有很多这些仙佛在保佑你 也代表说你在家运上面 也特别比人家好一点 所以非常恭喜属兔的朋友 在农历的七月呢 另外的话呢 最主要是你的迁移工 还可以勉强 但是服役工并不好 服役工不好也代表什么 你的合作团队会出现 帮你出TRABO 所以呢千千万万要特别小心 这些团队的 这些人事的动 另外的话呢 你可能呢 不要呢太过骄傲了 否则的话呢 可能会腹背受敌 我觉得你的长官员还不错 所以你好好的跟你的长官 谈合作会比较好 或者呢 赶快呢展现你的 优质的才华给老板看到 好接下来我们看财运 财运上来看的话呢 是还可以的 比上个月没有那么好 但是这个月还算不错 你可能钱会花在家里面 比如说换冷气啦 买电风扇啦 甚至呢 太热了 然后呢 就常常要吃一些冰凉的东西 我觉得家运算是还可以 但是呢 钱也花的特别多 要特别小心在这个月刚中呢 钱财都花在家里面 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有小三的话 小心被抓包喔 而且呢 都要了你大包的钱财 所以你要 觉得会蛮痛苦的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 另外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刚才讲到你的桃花马 小三要小心 所以呢 来者不善善者也不来 婚姻上算是平和 家运还可以 你如果好好乖乖的待在家里的话 问题会减少很多 不要惹是生非啦 另外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健康运 健康运是很好的 所以呢 也不用太担心有什么 重大的意外之灾 不过呢 还是要特别加强管理呢 跟火煮有关的东西 比如说烧开水啦 洗澡的热水啦 或者呢是 煮饭的时候呢 那些热汤呢 还有要注意瓦斯 这些都是你特别要小心的地方 好接下来是八月份 八月份丁有月的话呢 丁心天干香葱呢 三合四有丑 好这个丁心天干香葱也是呢 火克金 我克为财 但是不是人家克你啊 是你克一克人家 所以这个月呢 你的财运呢 算是非常不错的 你看熟兔的怎么在下半年 整个都大展宏图了呢 在上面呢 虽然有一些呢 还是很不顺的地方 比如说 一心你就常常要强权压制别人的话 你运势就不会好 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喔 所以呢 在开会的时候呢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做一切的决定 另外的话呢 三合四有丑的话 也代表说 即使你有好有坏的运势 并不是全然那么好 所以呢 一定要小心应战 否则的话呢 恐怕悲从中来 潜藏的危机还有一些 并不是完全没有 因为你合到什么 四有丑三合 臭就是太税 而且太税被冲了 所以呢 你会觉得在工作市场上面呢 发生了很多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呢 当下就可以解决的 所以要特别小心 钱财也是一样喔 好 那如果你要跟银行借贷 这个月呢 会有受到阻碍的现象 好 我们就接下来来看 桃花跟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算是不错的 总算呢 有一个新的美目出来的 你经营 如果你有经营的话 就有新的好的贵人出现 如果没有经营就没有咯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丁心相冲 最好呢 要有事拜托人家 腰弯的低一点 嘴巴紧一点 多讲几句好话 我相信你就可以度过困境跟难关 好 接下来我们看健康运 健康运要特别小心 小小的意外之在 比如说叠伤啊 撞伤啊 走路呢 不小心就叠交啦 哪里会受伤呢 当然你的手脚要特别小心 还有呢 这个月的话 通常都是跟肋骨有关系 所以呢 千万不要为了打疫苗 拼命奔波 打那个残忌 好像在抢头香 年纪大的要特别小心 被践踏了 你的肋骨要断了一两根 要特别注意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九月 九月是戊序月呢 地支是山煞 地支丑行序 所以呢你这个月呢 要韬光养晦一阵子 基本上没有那么好 所以呢要怎么样呢 你的兄弟姐妹呢 关系要弄好了 还有你的职场的朋友呢 要关系弄好 还有呢 你的客户的关系要弄好 你现在这个月 完全处理人际关系 不管在职场上面 在工作上面 或者呢 在你的企业体里面 那包括呢 你的员工都要处理得很好 或许有人想关门大吉了 那也要处理到妥当 所以呢这个月呢 代表什么呢 你如果有跟海外的有关系呢 也会出现一些变化 天气化气会出现一些变化 地支是山煞 所以呢会破财 而且会损降 也代表说 你的职场上面呢 有人要离开 离开以后呢 就可能呢 你会呢 忙碌不堪 所以属促的在这个月当中 不管在职场上 在钱财上面 都得谨慎 不要乱投机 也不要乱投资 那人际关系跟贵人运呢 其实并不好 所以呢 好好的自己呢 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不要仰仗别人 或者祈求别人 健康上来看的话 要特别注意 因为有山煞 山煞的话呢 代表容易有刀伤 剑伤 或者呢 什么蝶伤 所以呢 你可以捐血 可以消灾解恶化煞 接下来我们来看农历十月 十月是吉亥月堆马 这个月的财星落在马的宫位 那你跟马呢 有一半的好运 那一半而已喔 不是很好喔 那可能因为被阻碍了 所以你总是感觉不到说 我的运气变好了 实际上你这个月 运气会稍微好一点 好一点 并不是全然的好 只是呢 因为呢 吉亥的话呢 财星一个落在鸡 所以呢 对你不无小补 就钱财上面不无小补 在资产上面呢 可能呢 也有一些压力的存在 这个压力呢 就是说无形的 来自四面八方 你会觉得 怎么今年度呢 真的呢 没有那么的轻松 那跟你的这个思考观念 也有关系 或许呢 你稍微放轻松一点的话 问题就不是这么大 另外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吉亥最怕什么 就是打死活 一个死胡同一样 你跟人家的合约 变成一个死胡同 或者呢 你在原地打转 那个 吉的财星呢 就会让你呢 好像走不出那个门槛 那个跨越不过那个 那个门槛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这个问题 健康上也是要特别小心 人际关系上也要特别小心 因为呢 吉就是什么 你会碰到那种 表面功夫跟你做得很好 腰弯的很低的 但实际上呢 肚子一大力的 这些小人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小人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健康 健康 也是一样会影响心情 所以你的什么胃食道逆流 或者呢肠胃不适 这些 那减肥不要减过头 小心喔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农历十一月 十一月化庚子月呢 紫薇隆德太阳文昌 恭喜你喔 新丑年呢 应该算这个月 对你来讲是蛮好的 新的双财路呢 庚的财路呢 落在呢 猴的公位啦 农历十一月呢 你的什么运好呢 嘿 这个贵人运很强 然后呢 家喻也很好 所以呢 事业运工作运呢 都有低升的机会 有文昌代表说 你如果要考国际级的考试 或者考公家机关 是有机会考上的喔 所以非常恭喜你喔 那太阳星的话呢 虽然是坐在庚子嘛 但是呢 总算呢 有一些眉目 看得到一些 厘清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然后看到一些 比较好的运势 包括比如说合作的 可以提升 或者合作呢 可以得到更多的订单 这些都是你在这个月 必须努力 进取的部分 另外的话呢 因为有文昌心 你也可以考虑呢 利用晚上的时间呢 或者呢 再用视频的方式呢 进修 对你来讲都蛮好的 好 所以这个月呢 应该算是 蛮不错的一个月 家喻好 人际关系也不错 健康也好起来了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农历十二月 十二月是心丑月 地之丑味相川双行 还是一样喔 老话一句 服役工不好呢 所以呢 不要谈合作 不要跟你什么亲朋好友同学啊 姐妹也一样啊 兄弟也一样 不要谈太多的合作 会出现很多的纠纷跟麻烦 所以这个月呢 韬光养晦 可以呢 做一个总结 人生在这个阶段 做一个总结 比如说该离去的 让他离去 该留下来 让他留下来 或许呢 就是要太旧坏心啦 在这个月 因为地之相行跟相川的话呢 非常严重 就是会破掉你很多财库 或许呢 你可能补缴税金啦 或者呢 借钱借不到 还要再去 跟人家借比较高的高利贷 这个都不要喔 要特别小心不要 跟地下有钱庄借钱 否则怎么死都不知道 不要 因为为了一时呢 缺了一些钱 就这样搞 另外的话呢 已经讲得很清楚喔 在这个月当中呢 钱财呢 是落在机的位置 那也代表说 你在这个月当中 其实只要 稳定的求财就好了 不要想要偏财 几乎上是没有偏财 正财是还蛮好的 只要是跟客户有关的 合约有关的 好好的经营呢 人际关系 经营得很好的话呢 应该在这个月 都可以有大的丰收 好 非常恭喜你 另外的话 看桃花跟人际关系 桃花的话呢 属兔本来就桃花运很强 如果是未婚的话 在农历十二月 不太适合谈恋爱 你就破财的份 小心诈骗集团 另外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健康运 健康运这个月呢 要特别注意呢 不是小插状 是大插状 比如说你开快车 或者呢 夜间呢想睡觉 打瞌睡了 千万要注意 开车如果车子 发现有问题的话 因为有什么看 地支所谓相穿 双形 所以呢 不是插撞成一台两台而已 哇 可能撞成一团 好 现在撞成一团的车子 都是报废掉的 所以请你 不管你开什么样的好车 都一样 好 爱惜你的生命吧 好不好 好 给属兔的总结 总结的话呢 还算不错 在前几个月呢 有好有坏 但是呢 在不好的时候呢 希望你不要做太多的那种大的案子的决策 这样就好了 好 人际关系算是开开起一个新的契机的一下半年 所以呢 人际如果处理的很好 所有的事业财运都会跟着好 桃花也会跟着好 好 健康上最重要的要小心开车 其他的问题都不大 好 祝所有朋友们呢 可以呢 在下半年呢 好运旺旺来咯 好 不要忘记帮海岸老师按赞 分享 尽量分享给你所有的海内外的亲朋好友同学们 谢谢大家 另外最重要的还是要再咚咚你的指头 按一下订阅 开启你的小铃铛 还有一个订阅 按下去以后 还有一个小铃铛 非常感谢大家 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好 口罩还是要戴好 台湾 尤其是台湾 如果你还没打疫苗的话 还是要再提示一次 谢谢大家 拜拜